老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版权 来看一下2021年新加坡Major的淘汰赛 胜着组半决赛 第二个场色 老根捏对战Secret的比赛 这是双方BO3的第一场 来看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搬选 这场比赛秘密呢 是把军魔战将给抢了 军魔战将这届比赛当中 在上一场比赛直播的时候 有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数据 就是整个这一届比赛 军魔战将的胜负场次呢 是19战吧 19战11胜 我记得19战11胜 8负这样的一个战绩 但是呢 老干爹的军魔战将一个人 AME一个人就拿到了8胜0负的战绩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他的这8胜0负 军魔战将在本届比赛当中的胜率 只有3胜8负 是一个很差的战绩 老干爹这边因为敲瑟的 巨魔战将是没输过 所以大幅的提高了巨魔战将整体的一个胜率 那这场比赛的秘密就没放给对方这个巨魔战将 然后把选择自己把这个巨魔战将给抢掉了 然后搬掉的是帕克小精灵 老干爹搬掉的是小鹿和伐木鸡 这样的话3号位再妹是拿出了石灵剑士 老虎这个英雄应该还是打4号位 然后5号位是拿了一个VS 应该是拍笔将的VS 老干爹在第4首拿出来的是雪魔 DP大圣冰龙雪魔 冰龙这首英雄拿的还是相当聪明的 他是一个极其克制巨魔战将的一个英雄 看看这场比赛在最后两个手老干爹 搬掉的是妮莎的蓝猫和亚龙 Secret搬掉的是炸弹人和一个天涯莫克 尊重了一下心情的炸弹人 然后在最后一手搬掉了心情的一个天涯莫克 觉得老干爹应该不是4号位的DP 应该还是少一个4号位的位置 看看老干爹在最后一手准备去拿什么英雄吧 老干爹在第4首的时候是搬掉了AA这个英雄 这个英雄搬掉的话看起来就有点像是 要去拿类似像炼金啊水人啊等等之类的英雄的样子 那么老干爹在第4手搬掉AA以后实际上是给第三手的冰龙做了个普遍 来应对一下对方巨峰战匠这个问题 然后在最后一手拿出来的发条 这个英雄不错 这个英雄是可以用来去坑对方石林剑士 当然也有可能会被对方石林剑士反坑的这么一个英雄 看双方的一个表现吧 这场比赛比较适合出推推的英雄 那种secret这阵容的话老虎可以考虑做 呃 实际剑士不太适合 VS还可以 看看最后一手Nisha的中单英雄拿什么吧 从这种来讲的话 其实船长是个选择 因为他们现在这个阵容最好是拿那种不太需要位移的英雄 因为对方雪魔已经是比较克制这个滚滚了 你要再拿个位移英雄出来的话 雪魔就开心了 直接做个一仗 一人来一个 一人套一大 你谁都别动 比赛有人拿过炸弹人 心情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比赛 炸弹人都是所有的战队一半的一个英雄 这场比赛秘密放在最后两手班 是因为差一个心情的英雄 如果说老干爹这边这一段时间 老是一手拿炸弹人出来的话 那这个炸弹人必须放在一手 秘密选择拿了一个火猫 换了一个这个位移的思路 换了一个在位移的时候是无敌状态的一个英雄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 火猫这个英雄在面对雪魔的时候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你飞的尽量远一点 在你飞的时候尽量飞的远一点 这场比赛老虎和滚滚两个英雄碰到对方 菲斯边的这个三号的雪魔的话都是挺头疼的 当然这场比赛三号的雪魔还是可以选择去做一个这个A仗出来的 因为三号的雪魔当然如果他选择用三号的雪魔去打输出 他可以不做A仗 但是这场比赛呢 他的队友并不足以支撑他这样去做 给心情打冰龙外队去打发条也可以 外队的发条也可以 secret阵容的话就跟咱们预测的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巨魔战将这个英雄在马桶手里边的话也是马桶打的熟练度很高的一个英雄吧 应该说在单纯用巨魔战将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可能萧瑟现在确实是全球顶尖的一个水准 但是马桶在使用这个英雄的经验上面应该是不弱于萧瑟 只不过可能在熟练度上面 就是在近期的熟练度上面可能比萧瑟要差一些 毕竟最近期这个是老干爹的蛇丘物级别的英雄 这场比赛的对线如果巨魔战将去对雪魔的话 这个雪魔的对线可能会比较难打 雪魔正常情况下线上应该是给他打一个有小控的英雄会好一点 发条这个英雄打巨魔战将配合雪魔的话应该是不太好打 但是如果他去打对方的穿战甲的话会好一点 好来进到这场比赛当中来啊 这个圣者组的半决赛两场比赛也都是由两支中国队参加 都是正头戏 那么希望中国战队能够有一支战队努力的去从圣者组打进这个圣者组决赛 因为拿到圣者组决赛的话意味着保底前三如果在这一轮比赛都输了的话 其实这个名次上还是稍微有点多吉的 也就是说如果这一轮比赛输了最起码我们中国观众非常希望看到的这个决赛中国战队的内战就没有希望了 毕竟败者组只有一个名额能上来 刚一上来呢开悟过来的这一波并没有能够找到人被对方在高台上面防守了一下 那么再妹的穿战甲经常在前期会比较崩 这场比赛看一下待会这个穿战甲的分路和他兑现的人 那这场比赛对血魔的话穿战甲能发育 如果对大胜的话他应该是会被打爆 这里Nisha的火猫一上来呢先把自己的这块这个眼打到半血 看看这一波一个大棒的敲上去抢服 nice啊外队这个地方成功的抢到了神服 但是要交一血了 对方这三个人追着他为之一顿的为追堵截 这个地方外队肯定是扛不住的 还有一个平A nice 这样的话是再没拿到一血 上路的神服方面呢 辛勤的冰龙控到了一个 对方的巨魔战将控到了一个 这样的话各自还是一个双服开局 但是这个各自的双服开局是让秘密这边拿到了一个一血 还是秘密这边占优了 这老干爹有什么控制 老干爹这场比赛的控制挺多的吧 我觉得这个阵容有有控制啊 血魔的大招能够当做一个半个控制来打啊 然后他的大招加上沉没的组合可以当做多半个控制 在大胜的有大棒子 dp有吸血的减色 有吸血有这个沉没 然后呢冰龙这边有大有减速 八条这边有框有勾有弹幕冲击 这基本上每个人手里都带有一个控制或者尾控的效果 感谢木白大佬的两刀打赏 大叔今天嗓子好多了秘密加油 谢谢老板 野怪多的路为啥就是优势路 不是野怪多的路叫优势路 达塔2的优势路和劣势路是根据你的防御塔位置来决定的 优势路是远离河道的那条线 而且冰线上来以后冰线的交汇处距离几方的防御塔更近 这个这条线叫优势路 因为你在这条线的安全系数会很高 相对于劣势路而言的话 你的冰线距离塔很近 你的撤退空间会很大 而且会相对更安全 另外就是对方如果要游走你的话 他没有办法通过河道直接到达你的这个英雄身边 而是需要再经历过一片野区 这样的话会增加对方被侦查到的一个概率 是这样来的 这边应该是刚才他们暂停了以后表示好像是声音有些问题 观众们为啥要把眼打到半血 把眼打到半血是方便反补 那如果对方这个时候冲上来去反你的眼的话 你可以一刀直接把这个眼给他反补掉 大叔看好哪边的阵容 这场比赛看好的阵容的话 这场比赛单纯从阵容来讲我觉得差不多 没有哪边特别优势的 从克制角度来讲 其实老干爹克制对方的能力要更加强一些 卷魔的大招可以有效的克制对方的位移英雄 那么自己这边的冰龙可以有效的克制对方 聚魔战将这个大哥位 而且这场比赛秘密并没有去拿蓝猫 这样直接凸脸去找冰龙的点 因为对方这个阵容的话 克制蓝猫的能力很强 所以这场比赛单纯从克制的角度来讲 是老干爹要做的更好一些 但是秘密这个阵容整体 他的控制小控和大控都有一些容错率的话 不算低 还有就是同样作为三号位 如果雪魔把大招给到这个穿战甲身上以后 是让雪魔在团战当中的作用也就没剩下太多了 这样比赛开局 那秘密因为是拿到了一个双福加一血 再加上前期的对线表现都还不错 所以现在经济上面小小的一个优势 下路穿战甲打对方的这个八条的 加上一个大圣的话 这个对线哎呦老虎这好坏啊这老虎 老虎直接过来完成了一波小鸡双杀 那么这个塔后眼应该是要被反了 待会可以找机会直接把这个塔后眼给反补掉自己 冰龙这里给上一个碎裂冲击消耗一下 马桶在上路的军魔蓝量现在发育比选拨好 这个是正常的 下路AME的大圣吊打对方的穿战甲补刀 这个应该也是正常的 两边基本上都是在自己条线上 目前没有出现该打出来的优势 没打出来的情况 中路的对线的话是一个比较拼基本功的一个对线 那么嗯 两边目前来看也基本算是个军事 军魔蓝将在上路这段时间是让对方消耗的稍微有点惨 那DP在中路15-0 下路的穿战甲 现在的补刀是14-1 但是萧瑟的大圣已经是来到了21-2的一个正反部 相当的稳 这块费斯边的这个血线啊 费斯边的血线也是比较低的 这边费斯边还有想法给扔上一个技能 呃 拍皮将这里是吃了一个先灵火 然后呢赶紧往回撤 这个时候应该要考虑一下是回家还是送野 一个碎裂冲击打死了吗 没有 拍皮将这里剩下30点血 呃没死 下路这块抽出来了一个脚械 萧瑟这里也是比较无奈 哎 前期里发条是一个照明火箭 准啊 这个 呃 这个照明火箭有点东西 老虎又杀了对方一只小鸡 老虎这样比赛杀了好多只小鸡了 呃 上路这块马桶的兑现因为自己的队友那边呢被对方给击杀掉了所以这段时间他的兑现也是稍微有点捉急呃状态比较残 那现在老干爹在前期的对线三条线的补刀现在都是优势 下路的优势呢非常的大 目前经济上面秘密没有落后一个是靠着一血另一个就是靠着老虎杀鸡啊 老虎这样比赛到现在为止已经杀了至少三只小鸡了 dp在四分钟的神符上面是控到了一个双倍这个时候这个dp选择去控一下五分钟的赏金神符 下路的赏金神符呢目前来看的话是老虎控了一个然后自己家里边的火猫自己去灌了 上路的赏金神符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去看啊 dp控了一个自己家的这个肯定的老虎这里一根智商检测键 呃没有中那么两个人追着消色A一波消耗一下消色的血量 dp开大要过来强杀妮莎 这里是卡一波妮莎没有到六那这个火猫给上一个物性权还是要死 因此之间浪费到了自己身上的一个仙灵火 那么这一波dp的卡对方火猫没有到六级的进攻相当漂亮了 赶紧这一波的进攻组织的紧紧有条 dp的火猫在复活以后落地老虎这里一根箭正好射过来把对方的这个车给打掉火猫这样升到六级 呃要追人吗好像现在不太适合去追人吧追的一个发条他杀起来也是比较累 火猫在中路现在的捕刀树呢是被dp给压制住了尤其是刚才这波击杀以后呢又是压了一波妮莎的等级 上路啊这里一个减速给上去不过血迹并没有中这个血迹中了的话飞斯边应该是有想法要去杀这个军魔战将的 呃开局呃三条线现在都不错的 他说dp这个魂是不是a了才会跟上呃不用飞帝他那个魂本来出来的时候就是见谁咬谁 dp这个英雄的大招好了以后就不要让他空转因为你这个英雄的一个大招最次你可以用他去推塔或者去哪怕你说你囤几波远古你开个大部远古轻了也行啊最害怕的就是dp有大部用然后空转那个是最亏的 上路这一波的进攻是带走vs秘密现在被打的老赶紧打的就是懵啊 老虎这边过来以后一个星落呢心情的冰龙是被对方的轩人甲加老虎两个人的合击带走 差两个人头经济方面现在基本持平vs居然是反补掉了中路的一塔 那从经济来看的话dp第一穿人甲第二啊有意思的是穿人甲的经济是第二位虽然他的补刀不够 第三名是大胜第四名是巨猫战将第五名雪魔火猫的经济反而现在很穷 妮莎在中路补刀劣势加上被对方完成一次击杀对于经济的影响看来还是不小 有什么东西的东西 什么? 那些坏在Dyer top tower上被对方人与自己编上吗 你才发现这些坏杂尽然后大堡的就是 Dyer through the fortified their structures Dyer through the city Dyer's bottom tower's got problems BP这时候大招好了以后 要是跑到上路过来 把对方上路一打给他拔掉 那穿战甲在下路继续努力的去刷钱 这个穿战甲如果很肥的话 事实上也是一个挺难处理的点 这场比赛尽管是有血魔 但是穿战甲可以出林肯 如果他特别肥的话 这场比赛他可以再出完了跳刀 或者出完封杖其中之一以后 直接给自己掏一个林肯出来 这样的话团战的时候 他开着车上去 对方能够去破林肯的技能 只有冰龙的大招 或者是这个血魔的大招 但是这两个技能 如果用来破林肯的话 你就没法套在他身上 冰龙的大招大概率 要必须去找对方巨魔战将 或者是巨魔战将身边的人来放 不太可能浪费给一个 开着车的这个公棍 那 现在这个比赛的节奏的前期两边还是都是比较慎重 那萧瑟因为要出狂战斧 所以短时间内不会着急去参团 老虎这个地方过来抢服 跳过来抢服成功 虎猫TC 老虎接剑 那最后这个人头是亚布泽尔一个平A带走 不是 关于这个破林肯的问题 为什么好多人在说什么用这个血魔还有吸血之类的技能破 我说的是开着车的滚滚啊 开着车的滚滚 它本身是磨免的情况 你能破林肯的人 而且滚滚不可能在没开车的时候冲进战场里头 他肯定是开着车进战场了 他开着车的时候 你能破林肯的技能 只有血魔自己的大招和冰龙的大招 这两个无顺无免的点控才可以破啊 不是说其他的技能破不了 欢迎莫白的会员 这虎猫给个TC 穿上点一个戳 戳上来以后 看看外队这个地方 被对方戳了一波以后呢 火猫 这个地方被对方定住了 火猫要凉了 火猫这波要凉了 他跑不掉了 沉默时间很长 直接A死啊 漂亮 这边 这个是血魔直接掏了个阿托斯 灾妹的滚滚 这边硬顶着大招 跑掉了 开车 那这波留不住 这两波的远古是让老干爹发现了 老干爹不打一下吗 现在经济来看的话 DP的经济第一 大胜经济第二 那巨魔战将暂时排的第三 滚滚第四 火猫第五 血魔第六 这场比赛现在火猫的经济在慢慢的往上追 而且刚才这一波把火猫击杀掉以后 火猫的经济还是有4800块钱 应该说还说的过去 巨魔战将这场比赛也是在出狂战斧 大胜那边狂战 巨魔狂战 巨魔战将狂战 这两个人都出狂战斧的话 肯定是 大胜刷的快 老虎这场比赛是杀鸡狂魔 老虎刚才又杀了一波外队的小鸡 发条能勾滚滚车吗 可以 那大胜身上的装备是马上能够出到自己的狂战斧 那对方的巨魔战将的狂战 看一下也是差不多 那进度跟大胜这个差不太多 火猫这段时间也是在疯狂的补经界 第一个装备选择去出疯杖 也是为了来处理一下对方沉默的这个问题 老虎是在做A 而且他这个A杖现在已经出了一半了 老虎这个A杖如果出来了的话 其实是挺厉害的 老虎的A杖事实上比想象当中的要强不少 他出的那个星落 如果打到人的话 这个伤害是非常高的 看看这里也定做 那么没有风胀的时候 这波火猫又没了 对方保不住的 这个地方伤害太高了 VS揪了一下 好吧 我脑子里边把这个VS这事给忘了 我还在想着说这场比赛 他没有能够去帮他解掉这个沉默 或者是能够 类似像神域啊 带泽那样的英雄 能救他一手的 把VS这事给忘了 你太轻轻了 你太轻轻了 哦 冰龙的这个大招不错啊 盯住火猫 然后再接上一手沉默啊 直接把火猫带走 这火猫两个比赛好惨 剧魔战将手里边现在还有大招 中了一个血魔的大 以后看看这个时候 剧魔战将开大 被对方风胀吹起来 落地以后又是一个血迹给上去 这样的话剧魔战将选择是开大 最终成功的拼掉了一个外队的发条 但是自己也死于对方心情手下 这拨打完了以后 现在老干爹是8比4的人头数 领先着1000的经济 双大哥经济领先的也是比较多呀 因为现在的剧魔战将 拿到了自己的狂战斧 这个选拨第一件装备出达托斯 实在是太克对面这个阵容了 剧魔也刚刚拿到自己的狂战 但是现在正面战场的作战能力 好像有点hold不住啊这个 老干爹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 这个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健 刚才外队那个位置他之所以要把那个 就是剧魔战将留在那个里边 是因为当时剧魔战将在随便找一个人在冲 他被风吹起来了以后 他会重新的去寻找自己的攻击对象 就在开大的时候 他会重新去找一个攻击对象 这个时候他会攻击留他离他最近的人 外队之所以停在离剧魔战将很近的一个位置 是为了不让剧魔追别人的时候 脱离自己队友的技能范围 这一波虽然他被剧魔战将打死了 但是并不亏 并不亏就可以了 现在整个团队的经济上呢 没有特别巨大的一个优势 那要在对方火猫 这场比赛火猫在出完了雷锤以后 他选择是要去 出完了封状以后选择出雷锤 需要留意的是对方老虎的A杖出来以后 然后你这边再打团的时候 就要小心对方的秒人了 因为老虎的A杖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 满级的剑加上四发星落 如果都能够打到一个人身上的话 这个爆发其实老干爹短时间内还是没有人能扛得住的 他需要大量的BKB才行 好在现在雪魔已经在做BKB了 DP也在做BKB 大圣还是要先去做一个A杖出来以后 然后再补BKB 但是好在DP跟雪魔都出BKB 这个很放心 至少老干爹这场比赛他没有没有那么跳对吧 不像这个国内有一些 这个有一些选手就是跟BKB有仇似的那个感觉 这场比赛对于秘密来说 他们这个阵容比较适合的装备是封杖或者分身之类的道具 搭林肯 BKB搭林肯也可以 分身或者是蜂胀或者是莲花之类的装备搭林肯也可以 看两边哪边的这个装备先出来 这里一个蜂胀加上一个戳 让老虎这里给了一根剑 但是DP这里撤得很坚决 并没有给对方剑射中的机会 至少这场比赛老干爹的这个出装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该出BKB的人都在努力的出BKB 大胜先出个一仗狂战以后做个大做个一仗 然后再刷BKB 在自己经济无解肥的情况下 这个无可厚非 这个地方看看 这个地方可以啊 留住对方的一个老虎 留住对方的老虎可以的 秘密这场比赛 他没有什么节奏 一直在努力的保持自己的经济 是因为他前期节奏崩了 他前期的这个火猫的经济是崩的 他这场比赛的节奏点 是老虎跟火猫这两个英雄 然后加上穿战甲 但是这哥仨的经济都不怎么样 老虎还凑合 但是老虎的这毕竟是个四号位 他的制变装出来的时候 时间本来都晚 而且整个阵容也没有能够给老虎 去提供一个先手足够远距离的稳定空 这个车开进来以后撞到对手 那这个时候还是拿到洛书山盾 但是是DP拿的 在妹这个地方最后是被对方的 拿森主赛莫言拿到这个人头 穿战甲这个地方想进来 抢这个肉三盾 进来的时间和位置其实都很好 但是无奈对方有一手冰龙 直接一个大招把他定在那了 这波大圣没有能够带盾 是DP带的盾 稍微有一点点可惜 看看这里留住VS 老虎过来一根剑 掩护一下 但是VS这波仍然是被对方给击杀掉了 老干爹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 打的节奏很紧凑 而且大圣下一个装备也是直奔BKB 很稳这场比赛三大哥都BKB了以后 秘密这个阵容就很难赢了 而且老干爹这场比赛只要打的够坚决 三个大哥BKB以后就去破对方的高地 不要给对方刷出来后续装备的一个机会 这场比赛应该是可以稳稳拿下 看看这里中路DP 这里肉山盾直接被打掉了 这个好像稍微稍险有点尴尬 而且DP这个时候身上的BKB是刚刚出来 看看这一波想要秒掉对方的这个冰龙 失败了 失败了 第一时间没打掉 第二时间打掉以后 狙魔战将直接是在对方的大胜的大招里面 被血魔的一个血迹带走 这里又是风杖流出对方的VS扎托斯控住 然后一顿合击 把他直接击杀掉 还比较这个地方是临死之前放了一个锤 最后被外对的一个导弹直接带走 这样的话是冰龙加上DP的一个盾 换掉了对方三个人 其中包括有巨魔战将的这个大哥位 火猫这里又是被对方直接给留住 看看魂在哪 直接传走 但是血魔在这蹲他 漂亮 血魔在这蹲了一下 火猫这里一个捆 捆完了以后 看看还有人能够去留吗 没有了 好像是没有了 你别理他别理他 让他自己爬 让他自己爬 这样人多数来到14比5 老根尼已经领先了6000家的经济 这场比赛稳住节奏 把BKB都做出来 不要再漏给对方太大的破绽 这场比赛就很有希望了 看一看老根尼 老根尼在稳节奏这个方面 一直不让人担心 还是很靠谱的 老虎这里过来反了一波眼 男演员 怎么 很 我用你的 MARKET 太滑了 歪了 逃到 牛仔 大叔来劲了 不是不是不是来劲了 现在这个比赛的局势 三大哥的经济都非常好 对方只有一个军魔战将 现在经济能跟得上 但是军魔战将这个英雄 他不是一个人肥了就能carry比赛的 老干爹的军魔战将肥 能够carry比赛 是因为他同胞有好几个能辅助他的队友 这场比赛秘密这个阵容 是没有人能辅助这个军魔战将的 他没有辅助型英雄 其实这场比赛 四后为absor的老虎第一件装备出的A仗 他也是要去帮忙打输出 火猫这场比赛的经济前期是崩盘的 到现在为止其实也是崩盘的 24分钟经济都没有上万 这个火猫 DP开大过来直接开始拆上路的二塔 那这个二塔对方应该是不守了 再加上这场比赛莫言的DP 节奏也是拉满 一点都不耽误时间 把自己该干的事情全干了 肖色这块也是为了给自己加一点点的攻速 不停地在利用自己的技能 让自己尽可能多的技能去进CD 上路二塔推掉 团队经济差现在是5000块 救魔战将的经济13300 DP的装备目前是BKB封杖一个板甲 然后雪魔这边的是阿托斯BKB下一个装备做云锤 大圣BKB狂战斧加上A杖 寒冬飞龙手里边是有一个威光披风 下一个装备再出的 是直接要奔羊刀了吗 这么凶 他要先做一个尼泰 应该是尼泰已经出来了 尼泰已经出来了 发条手里边是带了一颗宝石 直接是不给活路 一边进攻 一边扫野 一边去排眼 完全连这个防守视野都不让你插 阻挤了一边 这还拖什么 现在这个阶段 他们硬上高地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没有盾 你硬上高地 没有盾的话 直接强上高地 会容易让对方在高地上面 去消耗掉大量血量以后 然后直接一波爆发 就把你秒了 这个是他们要提防的一件事情 他们在这个时候 强行上高地 是非常非常考验冰龙的 冰龙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虎猫这块一个误定拳 沉默给上 这里虎猫躲一下 对方大胜的大棒子 老虎在下路继续带线 DP的这波大招开了以后 中路的兵线被消耗掉的比较快 所以也是很难形成快速的一个推塔 看一下发条 这一个勾勾过来 那这波VS直接被带走 nice VS秒掉是很漂亮的 这样的话对方就很难 第一时间形成有效的一个救援 也就是说两边现在都有去强行击杀对方大哥位的一个能力了 大叔不上大学能找到好工作吗 我19岁 这个问题其实你只需要很简单的进行一下换位思考就可以了 你进行一个最简单的换位思考 但是年纪很年轻的 第三个是上过普通的大学没有工作经验的 第四个是既没有大学文凭也没有工作经验的 你觉得你会去录用哪个人来当你的员工 就是你最有可能会找哪个人来作为你的员工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简单的换位思考的一个事情 你能想明白这个问题 你就不需要再来问这个问题 凡事都可以用这样简单的一个换位思考来解决 现在老干爹在正面团的优势上面呢 还是继续保持的 但是这段时间秘密在带线牵制方面做的还是比较不错 而且努力的在保持着这个双方的一个团队经济不被拉开 看看发条这一个勾 勾动老虎 老虎这里挣了血魔的大招 那其实这个老虎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他就说死就死了 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压力了 说我要是老板 我招人只看妹子 只要妹子 而且看脸 那你那个公司的目的就不是为了挣钱 你那个公司的目的是为了造钱 当然了 有可能你的那个公司比较特殊啊比较特殊可能这个从事的行业不一样也有可能也能挣钱啊 反正这个就不在咱们的探讨当中了 毕竟咱们是生活在一个法制社会是吧 看看这一波老干爹过来打肉山盾 这个肉山盾 然后穿成甲开车 哎这个开车没开进去 第一波 绕了一圈又没进去 完了 在内这波 这个车翻白 不对 他抢到了肉山盾 他车开的虽然不怎么好 但是他抢到了肉山盾 VS被秒以后选择了买活 火猫在外面被秒掉了 看看这时候 剧魔战酿落地以后 直接选择秒开大招 然后再朝着对方被冰龙给上冰箱的人 一顿疯狂出说 这波的剧魔战酿也白给了 老干爹这场比赛 已经把自己所有该去体现出来 对对方的克制 都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 剧魔战将这个英雄 看到冰龙的时候 真的是一头包 这个克制 堪比AA对炼金术式的克制 甚至比AA对炼金的克制 还要更加的强势 因为太稳了 真的是太稳了 看下这一波DP 在直接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陪着自己的大哥 萧瑟 大圣直接冲进来 这里大云锤定一下 穿人甲这里一个戳 往回走一下 因为这一波穿人甲 是拍到了对方好多人 减伤超级高 所以这波A不死 也没有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穿人甲在等下自己的跳刀CD 待会过来以后再接着给 这边老虎还是中了对方 这个技能 这里穿人甲开车 火猫无影拳给上去 被对方直接风筝吹起来 落地以后 看一下DP开大 开BKB 大圣被对方的王虎给秒了 穿人甲这边是中了一个血魔的大招 火猫开始往前追 留人一个TC捆住两个 但是没有队友能跟上去给输出 VS这里换回来一个死血的外队 发条这波被击杀掉了以后 穿人甲一波戳 留住了心情 心情这块想临死之间 回头放一个大来坑死对方 一个酱油 不过没有成功回头的时候被对方带走了 那么这波在复活以后 秘密是打出来了一波非常漂亮的高地防守战 那击杀掉了对方的大圣 冰龙和发条三个人 这个就是刚刚上一波 石林战士抢 肉山盾所带来的收益了 他抢掉的那个肉山盾 在这一波挑战当中 发挥了很好的一个效果 Radiant's Middle Tower shouldn't have to take this abuse Radiant's Middle Tower has fallen 翻盘不至于 现在还没有到说可以翻盘的这个程度 大圣的这个两万三千多的经济 这可不是白的给的呀 两万三千多经济 我抄你六千块钱 大各位整整卡了你一个大件 如果实际掌握的好的话 我甚至可以卡你两个大件 就跟你上高或者打团战 这个经济领先的优势还是很大的 AME那个战位是被对方控到死了 对方那个阵容在大圣没有盾的情况下 就秘密这个阵容在对方没有肉山盾的时候 防守了打起来的话没有那么吃力 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打法是怎么打呢 我可以用VS把你一个顶在最前面的人换回来 然后我拿VS跟你这个人一换一 就只要你这个人被控了 我可以VS直接换 换完了以后这个VS别的不干 就拿这条命扔出去一个锤 锤到你冰龙身上就行了 就是VS在守高的时候 他可以只干这一件事情 这个高地就能守下来 这波是秘密这个 这波在高地防守方面表现的比较出色 并不算是说老干爹这波打的不好 该表现的东西其实这波该做的尽量都做到了 目前有一个隐患是对方的老虎出了一个莲花 这个莲花如果是反到冰龙的大招 并且冰龙的这个大招周围站着 他在放大的时候 大到莲花上周围又站着自己的大哥位的话 是会比较尴尬的一件事情 这波看看巨魔战匠的一个站位 这波这个破误了 VS破的误 老虎一根箭 这根箭射过来以后并没有射中人 但是成功的干扰了一下老干爹这些人的走位 这里发调的位置只有点凸钱 看一下VS吸引一下对方的注意力 火猫还有巨魔战匠 两个人冲上来去强行击杀 AME AME这个地方奶酪吃出来 大招开起来 火猫崩出来以后 巨魔战匠还在大胜的大招里面出不来了 nice啊 巨魔战匠被带走 还剩下第一杀的一个火猫 现在输出不够了 再美的穿上甲也被带走了 暂时是外队的一个一番二 火猫直接往开着往回跑 再给一个tc 但是他跑不掉 对方追得很快 老虎只得给上一根箭 虽然射中了 但是伤害不够 对方又是一个冰箱救下来 这波打完了一毫无魔炎 已经是妖怪们的杀戮了 这个dp打的相当勇敢 很细致 同时也很勇敢 那么这波秘密是三个人都有买活 但是买活了的话 双方的团队经济差 这波应该是要奔着两万去了 如果都买了的话 上路的高地 这时候火猫已经买了 巨魔战匠跟穿上甲该买就买 这个时候自己的队友赶紧回来 回来稍微拖一拖 两个人可以买活了以后反打 不想买 不想买的话 让老虎再下路带现 来牵制一下对手 也不是不行 dp这个地方强行的来过来追一下老虎 老虎把对方dp骗到树林里面以后 然后再一个跳 拉开距离 拉断对方的吸血 并且晚上视野不好 不再好往前追了 感谢一波观众大佬的头位 感谢北极熊大佬的头位 三刀的头位 谢谢老板 老干爹这场比赛 现在感觉老干爹有点 欲强则强 欲弱则弱的感觉 那外卡赛打的好家伙 那血压治疗的 低血压治疗中心 然后到了小组赛呢 打的就逐渐的像是一个 这个正常人了 到了淘汰赛以后 这个老干爹这个状态 越打越好 有魔这场比赛选择 是出了个林肯 然后下一件装备 去做大晕 这个功能装拉满 确实很聪明 这个做法 其实非常非常聪明 他剩下的经济领先优势 已经是拉开到了 七千多块钱 而且自己的dp经济 也是拍在全场第二 看一下老虎这里一根剑射过来 那么下路的一塔给他拆掉 拆完了以后开始再往前推 有关系说下路两个塔楼 不拆是什么意思 因为现在就是天两边都一样 那现在主要的进攻的路线 是在对方的中路和劣势 对方的优势路 也就是说你几方的劣势路 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向 包括你看秘密他的进攻 也是一直是蹲在老干爹的优势路 这个地方来进攻 没有太多的去进攻你的中路和上路 两千人看你啊大叔 你在哪 老干爹夺不了冠 你全责 讲道理 这回比赛开始之前 你指望老干爹夺冠了吗 对不对 看下这里VS被秒掉 VS这拨直接被秒 不过DP这里开了一个大招 肉扇盾还没有刷 这个大招开了的话 短时间内又没有办法去上高了 而且下一个肉扇盾 可能也没有大招 看一个盾 这个盾的重生时间 有点不太给面子 刚好是在DP这个大招结束以后刷 不过DP下一个装备 已经开始准备去出刷新了 选魔为啥出林肯又出BKB 因为选魔的林肯不是他自己用的 他的林肯是套给自己大哥的 而且林肯跟BKB 他本来的功能性也不一样 他的BKB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一定在战场当中 开着BKB冲进去 把自己的大招给到他想给的人 他的林肯是套给自己的大哥 防止自己的大哥被对方的VS直接换走秒掉的 功能不一样 这个时候DP跟着自己的队友一起过来 把这个肉山打掉 那么秘密现在落后了将近两万的经济 大圣现在带盾 这个肉山盾是个刷新球碎片的盾 三代肉山 三代肉山 看一看这一波照明火箭给上来以后 那么这个大圣的位置直接大晕锤 风杖吹起来以后呢 是吹到莲花上面两个人一起起来 那开始往回撤 但是我感觉他们撤不回去 外队这里还买了个魔精 刚才直接是飞起来以后放钩 看一下穿战甲原地拍一下 然后开车走 但是感觉走不掉 因为中了一个血魔的大招出不去了 老虎一根箭射过来 冰龙被秒 但是大圣的大招太强势了 好大一片 整个高地上面全是大圣的大招范围 这里在留住你的一个VS VS这波被带走 巨猫山匠被击杀掉 穿战甲被击杀以后选择了买活 几方的冰龙被击杀了以后买活回来 DP这里还在追对方的一个火猫 这里穿战甲开车 风杖吹起来落地 然后再转个方向 走了 大圣这块下来以后看一下 还要想搞事情的意思 VS手里面的换CD刚刚转 但是对方的大圣身上还有肉山盾 强袭加上平石剑 攻速拉满 而且拆建筑物的速度非常之快 雪窝这里给上一个雪之祭祀 框一下这个地形 然后干扰一下你过来的这个骚扰 你再给上一个车 穿战甲这个地方看看敢不敢上 穿战甲没车上不去 这里冰龙跳推推 一个大 但是这个大招空了 穿战甲上来以后 火猫直接跑到侧面 过来找冰龙 大圣又开出来了大招 直接借助大招强拆GD GG 牛皮 老干爹干的漂亮 至少双方PO3的第一场比赛 打到这个份上的话 也干的相当相当的nice 好了 我是三老大叔 这又是一场非常过瘾的比赛 那么希望老干爹能够再接再厉 努力再赢一把 把秘密直接打下去 这样的话 我们中国战队至少在本届比赛当中 就可以有一个保底前三名的成绩 可以说相当不错 而且这只老干爹 如果能够把状态保持下去的话 我觉得1G应该也不是什么难点 当然了 这一切还要看下一场比赛 我是三老大叔 咱们稍着休息 下场比赛见 感谢各位摸摸大